- 大家好,歡迎收看龍哥的特別解盤節目 - 我是婉倫 - 我是總哥 首先先恭喜龍哥的家族會員 我們今天有五檔股票創新高 其中有三檔,大爭球派有兩檔 亮燈漲停啊 好,那我們要如何跟著這個聰明前走呢? 下班時間撥打02-7725-1500 或者是下班時間填寫我們影片下方的表單連結喔 好啦,那我們回到我們這個觀眾三部曲 先請大家幫我來一下觀眾三部曲 那三部曲呢,第一部曲就是留言按讚啦 第二部曲跟上家族 第三部曲直接直接加入龍哥喔 直接跟著聰明前走 龍哥,那我們今天要聊些什麼呢? 我們這邊有一件大事情要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那到底是什麼大事呢?就是龍哥要開直播了 那我相信這絕對是業界裡面的創舉 那這也是我的第一次 創舉是這個啊? 對,所以請大家要多多支持好嗎? 哇,直播還會給你回答耶 來一點多了人氣 那這種哥在直播裡面也會更high一點 那你來問哥來回答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幫助到更多的投資朋友 因為可能很多朋友買進一些股票 可能會遇到一些疑難雜症 那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解決你的問題 那這樣我相信可以幫助到你 也可以幫助到其他人 因為其他人可能說害羞不敢回答 那或者是這邊你提出的問題 我覺得非常好 這個是機會 那這邊你看到我們也看到了 那我覺得這種事呢 正循環 有錢大家一起賺 那我相信這個直播這個節目 真的是非常珍貴 因為我們是用了很大量的能力 也用了很大量的資源 所以請大家多多支持 我相信這個行情呢 從2月就跟你聊到 這裡會有一個主身段行情 所以我的直播節目呢 絕對是非常有肉的 那我們這邊也不像其他同意說 這邊虧損了 或是社後不理 那這邊就關留言 絕對不會這樣子 因為我們這邊績效是 真金白銀 真槍實彈的 所以我們這邊績效是非常狂 那這個直播你一定要來收看 那我們看到這個 你來問哥來回答這一趴 我們可以看到 昨天有兩個投資朋友留言 龍哥哥吉祥 對我覺得這太客氣了 龍哥哥吉祥 你不要這樣子 你這樣子哥哥會折瘦了 所以他問說 可不可以北中南巡迴教學 那我們跟大家聊到的是 有機會的話 當然是沒問題嘛 眾哥最喜歡到處趴趴走 當然人數還是要夠多啦 對 最喜歡到處吃這個美食 所以只要人數夠 那有場地的話 那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可以啦 我們就是全台交朋友走透透 我覺得這個是我也是蠻喜歡的 好的 那今天就帶瓦羅一起去 對 那請你幫我記得一件事 就是 如果我有到你那邊去的話 請記得你跟我分享一下 你們夠兇 你們在地有什麼 有什麼必吃的美食 那請你跳跟我講 這個是最重要的 另外看到這4763材料 是不是屬於高檔鈍化 那先前我們有跟大家聊到 是 高檔鈍化建腰股是鐵律嘛 對 但是眾哥不知道你的高檔鈍化呢 是指股價高檔鈍化呢 還是指KD高檔鈍化 或是RSI高檔鈍化 或是MACD 那像基礎指標裡面 有很多的這個高檔鈍化 那不知道你的 你所指的到底是哪一個指標 是 那眾哥指標是什麼呢 嘿嘿嘿 我眾哥不能跟你說 因為這是 這是小弟 開課的時候在講 沒有 這個開課我們考慮一下 因為這是小弟我本人的吃飯家夥 所以請原諒眾哥 沒辦法跟你回答說 這張股票到底是高檔鈍化 還是有其他鈍化 這必須讓你長期花時間去做個統計的 但是眾哥可以跟你聊到的是 目前來看的話 材料仍然是屬於一個多頭排列的架構 所以這個仍然是一個多頭排列 那如果你看好它後市的話 我認為你可以用亮素震盪 拉回沒有破底的時候 那如果是這種哥的話 我會在這 如果有回測上揚月線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漂亮的買點 因為這邊停輸點非常好抓 所以當你的停輸點好抓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沒有什麼好擔心 就試看看 那也許這邊多頭排列 持續再走一波 那也不是不一定 所以這邊就請大家去留意一下這個月線 所以你有相關問題請記得 在影片下方按讚訂閱加留言 最重要的是我們剛剛已經跟大家預告過 我的直播節目 請你一定要來收看 那我們也會準備很豐富的內容 來跟大家做個互動 所以請大家拭目以待 明天幾點再幾次? 明天下午3點半喔 3點半要記得喔 跟上架時間不一樣好嗎 所以請你一定要準時來收聽 再來我們這邊繽紛主聲段 我相信呢 在二月的時候沒有人跟你聊到這裡 會有一個主聲段好奇 那全市場就小弟我本人跟你聊到 這裡會有一個主聲段好奇 即便是在昨天 大家一片 是一個 應該說昨天是下跌嘛 大家那種說 氣氛有點悲觀 但是我還是不改 沒有改變我的看法 還是跟你聊到這裡呢 會有一個主聲段好奇 所以你要做的是什麼? 把握機會啊 我認為這個 有些機會錯過就沒有了 對對 所以我認為這個機會呢 有機會呢 一路走到這個暑假 好不好 暑假 暑假這邊它大概還有三個多月 那我覺得這三個多月 你只要好好把握 你今年下半年就可以開始抖腳 不行 不可以抖腳 你今年下半年 你可以抖兩個月 可以開心的 躺著 然後第四季回來 第四季呢 一定要好好把握 抓緊機會 因為第四季是什麼 傳統上漲機率最高的月份 因為最高的季節 我們過去有個季節效應嘛 第四季跟第一季呢 是一定要把握的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季作夢行情嘛 第四季作戰行情 所以這邊你要把握接下來 Q2的主聲段行情 那這邊呢我們有推出一個新的傳 加倍牛肉 大家知道我 加倍牛肉 我很喜歡吃牛肉 尤其是 這裡面有三層起司吧 對 越生的越好 我喜歡吃生牛肉 或者是那個 三分手 我也是蠻喜歡的 那最喜歡的是什麼 叮骨牛排 我覺得叮骨牛排 你可以一次願望全部都滿足 因為一邊是軟嫩的 一邊是有嚼勁的 中間那塊踢股 你再把它拿去烤到八分手 哇 那個牛筋酥脆酥脆 我覺得是非常播放的 那這邊呢 台股主聲段的資金行情 到底還有哪些個股 請你好好跟著我們一起來操作 那怎麼跟上我們呢 上班時間 撥打0277251500 對 或者是你可以填寫影片下方 表達連結 那我們會帶大家 在這個AI AI浪潮 帶著大家好好的賺寶跟賺滿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排名上有很多人 今天是高舉著 AI大起的 但是專哥想問他們的是 你有買了哪一檔 你布局了哪一檔 你買了哪一檔 你有沒有賺到錢 那如果都沒有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要加緊腳步跟上我們 因為排名上在漲了AI 其實我們很早之前就幫大家規劃好了 甚至我還跟你聊到 資金會開始集中流入中大型個股 那可以看到偽創 偽創今天不囉嗦 開盤就跳空 大牛股 飛天啦 對就往上攻到這掌頂板 恭喜家族會員賺了27% 恭喜恭喜 對 那朋友 這種想問你的是 偽創 你過去印象可能會覺得 啊這也不會去啊 對啊大牛股啊 大牛股啊 慢吞吞 但是很抱歉的是 大牛股在這種個巧手 變化一下 它這邊也是短線 砰砰砰砰 抓緊時間 直接飛天 那重點來了 如果大牛股 在資金浪潮之下 站在風口上的豬都會飛 那這邊如果我可以帶你在偽創 賺了27% 準備要獲利攻三成 那其他個股 你覺得我有沒有機會 可以帶你賺三倍 我覺得這機會是有的 蠻大的 對 所以你要好好把握 如果大牛股都可以漲三成 其他個股 漲三倍 我覺得不是太 而且這個股價也沒有很貴喔 對 不是太大問題 所以偽創這邊呢 已經漲上去了 那看到新興 新興也是大牛股 你可以看到兩個大牛股 我們都帶大家大賺 賺了25% 對 那新興其實我們過去 就跟大家講到 是 ABF載板這個產業 已經開始落敵了 對 那我們買在147了 那151經常打加碼單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如果這邊呢 是買個一成資金 加碼再買個一成資金 就是兩成資金 那如果一些資金 不會比較大的 比如說中國有個朋友 買了100張 買100張也差不多1000多萬 那1000多萬 這邊漲個25% 哇不得了 哇 這個才花了多久時間 花了多久時間 我們從5月初 現在5月底還不到 一個月時間不到 我們就帶你創造這樣績 那新興呢 我們這邊攻上去之後 其實你可以看到 另外的PCB 博字 對博字今天也是亮燈 攻到這個場地板 績效高達50%耶 我們在先前3月的時候 50% 3月的時候就已經獲利攻三成 那今天已經來到了20% 接下來要繼續準備挑戰 這個獲利攻三成 那另外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的 紅紅二人組 紅紅二人組 還有人之前還看衰他耶 說什麼不行呢 結果龍哥硬是賺56% 對 這男人千萬千萬不要不行 剩一張嘴 我們覺得這樣不好 我們是用什麼 用實際的績效 戴著你 你真的是常常吃什麼 我要說耶 好說 很厲害 好說 你看看我的肚子就知道 我多會吃了 所以這邊我們要跟大家倒是 這個雙紅跟這個奇紅 我們認為這裡 漲50% 漲60% 只是剛剛開始而已 為什麼 我們過去也有跟大家聊到 這個伺服器的基礎建設 是一個很長遠的 那我們從這個古墓奇兵 就不斷的跟你提到 對 要發展AI 要搞這個AI 伺服器是最重要一環 如果說你伺服器沒有弄好 你這個AI要怎麼去發展 我們在三月就這樣了 對 我們在三月就跟你提起了 那甚至微軟的財報 我也跟大家聊到 那今天呢 Invidia股價噴出 它的財報非常好 我認為是最好的一個催化劑 那我們也跟你聊到這個水冷散熱 水冷元年 水冷元年 那投票 我們過去也跟你聊到 你要發展AI 要有伺服器 對 那你要5G手機 要物聯網 或是這些 這些什麼5G上網 是什麼 這些你都需要發展什麼 基地台 對啊 那當年的這基地台 其實你可以看到年貌 年貌這邊 漲了500% 那年貌漲了500% 其實也可以看到另外一個 新興 新興我們在50塊的時候 在50塊的時候 有去做切入 後來呢也是漲了500% 所以這告訴我們一個道理 從沒有到有 是我最喜歡的 那今年水冷散熱元年 從沒有到有 這邊50% 我覺得只是剛剛開誰 會不會接下來漲500% 我們好好拭目以待 那還沒上車的朋友 我覺得你也不要氣餒 因為後續如果有量縮震盪的話 中哥絕對會帶大家 在進場去做個加碼 而且跟著龍哥聰明前走 不只是這幾檔 還有四檔腰股 我都別忘了 所以請大家趕緊把握這樣的節奏 漲上去了 我不希望你去用追的 但是如果有量縮震盪 拉回沒有破跌的時候 就像4月26號 我帶大家進場去加碼這個雙紅 進場去買進這個旗紅 道理是一樣的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用量縮震盪的時候 而不是叫你去用追的 所以雙紅跟奇偶 在這個4月份的時候 它是橫向整理的一個多月 我相信在這段時間加入我們的 你都有很從容的時間 可以去做佈局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這邊是橫向整理的一個多月 所以這邊我覺得 嗯 我覺得買在哪邊 或許不是最重要的 因為有人會擔心說 買在50%買在60% 會不會是覺得幫人家抬轎 我覺得這個你多虐了 我覺得買在哪邊不是最重要的 重點是什麼 它後面還會不會再往上漲嗎 那個風向對不對 對 如果它後面還會再往上漲 還會再漲500% 那現在漲50% 你是在擔心什麼 那為什麼不打加碼單呢 對 在對著時間 而且我不是帶你用追的 我是帶你什麼 在量縮震盪拉回沒有破跌的時候 進場去做佈局 你可以看到 4月26號 我們帶大家去買雙紅跟旗紅 所以這邊真的要請你 趕緊把握這個機會 因為我覺得這個趨勢 是才剛剛開始而已 對 再來聊到這個星星 星星我有跟你聊到 挑向資本支出利空測試 我覺得挺好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 Intel台育電 有個高速運算計畫 是 那這個星星會最受惠的 哇 那我總共認為說 它有機會呢 可以挑戰去年高點 那去年高點 剛剛好漲幅就一倍 那這一倍 現在才25% 如果後面可以再漲75% 你為什麼不賺呢 但是一樣的 我請大家不要去做個追價 你可以跟著我們 用量縮震盪 拉回沒有破跌的時候 跟著我們一起來去做佈局 那這檔股票 中哥絕對呢 會帶大家好好的賺寶跟賺滿 那怎麼樣 聊到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跟大家聊到 至今會集中流入中大型個股 是不是一一驗證了 中大型個股 那行情已經走出去了 我也跟大家聊到 這裡呢 接下來主身段行情呢 震盪都是一個切入點 那這邊原本的萬六反壓 已經變成了一個 強而有力的支撐 是 接下來就準備挑戰這個萬七了 那這個觀點呢 主身段行情 我們從二月 就一再跟您提醒 那因為這季線呢 會往上交叉年限 形成一個主身段行情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主身段行情最好的案例就是什麼 2020年的走勢 因為當時疫情也是反覆震盪 反覆洗刷 最後走出方向之後 你可以看到後面是漲了五六千點 那台股會不會漲五六千點呢 我認為 其實可能比較小一點 但是呢 我覺得先來萬七 絕對是有機會的 所以這邊要請您 好好跟上我們 那另外這是光學鏡頭族群 我們這邊最後就跳過 因為我覺得最重要是明天的直播 明天的直播 那這種歌會 會趕快去做一下準備 準備明天的內容 所以這邊我們的跡象就是 就先跳過好 對啊 過去八百多趴太多了啦 對 我們就先跳過好 但是最後有一件事情 我要請大家先仔細思考一下 其實在我的群組 我都有跟大家聊到這些 比如說五月十五 我跟大家聊到顯卡 散熱伺服器 或是ABF載板 或是銅箔機板 這些我都有跟大家聊到 但是你去想一想 為什麼顯卡族群 技嘉比微星還要強勢 對 那ABF載板 為什麼這種歌就有買星星 而沒有買藍電 那你可以看到 星星已經往上噴出去了 藍電還趴在地上 這中間的差異是什麼 同一個產業 為什麼會有不同的差別 那今天很多人高舉著 AI大旗 但是你去問一下 這些個股 他們有沒有買到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沒有 因為這些個股是什麼 中大型個股 他們看都看不上眼 或是什麼 或是去買一些低價股 那買一些低價股 你要怎麼賺錢 或是我覺得 每個人都跟你講 從產業出發 但是我覺得產業出發 中間的個股還是會有差異的 你能不能買到會飆的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同伯基板 還有誰會往上飆 或者是伺服器 還有誰要準備接棒的 我覺得這是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舉著AI大旗吸引你 我覺得很好 但是能不能買到真正會漲的 這個才是一個關鍵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已經幫大家 規劃這些 偽創 新興 紅紅二人組 甚至還有脖子 那接下來還有哪些呢 我認為今天這個節目 這個活動非常的重要 你想跟著我們賺腰股嗎 你想賺漲停嗎 或是你想賺倍數獲利嗎 甚至是500%獲利 我覺得今天非常關鍵 所以請大家趕緊跟上我們主勝段行情 你絕對不要再睡覺了 真的還是要買到加倍賺的個股 而且尤其龍哥最會打的就是加碼單 希望大家可以趕快跟上龍哥的腳步 那麼時間播打0277251500 或者是下班時間 點選我們影片下方的表單連結 我們今天龍哥特別節目 就到這邊 記得鎖定明天的直播 就在下午3點半 一定要來看我們 好啦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龍哥解盤節目 我們下會再會 掰掰 明天見 本公司以網直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你想賺錢嗎 訂閱理財週刊頻道 18位專家提供最快最多樣的看法 從每天早上10點半到晚上10點 每30分鐘就有一檔最新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不好就是你